她還有好幾個太太啊 對不對 可是她沒有審的下而出家 對不對 她在世間是個才子 音樂、美術、傳歌、戲劇 沒有一樣她不懂啊 可是到了弧門以後呢 她要求自己尊嚴 一代的律師 好 請看這一張 吳亦大師一身弘揚很多法人 地藏法人跟華言經 她就勸孟昌老婆上來弘揚了 各位給這部看 這是孟昌老婆上給我的圖片 所以在那個年代是很少照相 看到最左邊第一個 是孟昌老婆上的圍巾的時候 孟昌老婆上當時在韓區 大師的青島戰爭是 請弧衣大師去弘揚戒律 那左邊一、二、三、四 第四的穿深色衣服的有沒有 拿扇子這就是弧衣大師 對不對 那所有的其他旁邊的 不論是在家居家都往上來 孟昌老婆上今年九十六歲啊 你看看真正大師的佛法是很殊勝的 各位很多人 雖然馬來西亞南傳北傳 當傳都很新鎮 南傳國教也很新鎮 我也會找到 當傳國教呢 其實你們的東西都不懂 都是去慣財神的 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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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發財的 可是對自己的大師的佛法 你也沒有用過 所以你就會動搖 人家一說了呢 你當心就動搖了 對不對 你想想看 孟昌老婆說 他花了五年在舞台山 把八十華年 大風我佛華年經 八十元全部講完吧 其實要還有大大的問題而已 我也沒講花顏經 問題我講八十年五年 誰聽啊 講五個星期都沒有人要聽了 五天還差不多了 接下來 你看 弘异大師清理所謂 第一藏王菩薩 所以我公開回答 念地藏菩薩 也可以去西方极樂禁度 弘异大師聽 大政大吉地藏十輪經說 若有人念地藏聖號 經文這樣寫 立藏菩薩說 若有人要求生 他方佛國土 你先要念 立藏菩薩的名號 兼念彼他方佛的名號 也就是說你念完 立藏菩薩的信號以後 你要去極樂世界 那你要念奧美佛佛 那這樣 立藏菩薩在後面推 上面奧美佛佛一接 那你就去接這樣 講話一點就這樣 你看 你看 禪禁雙修 對不對 剛才講 正度雙修 也是可以禪禁雙修 看虛瑪而上 在中國清末明初的時候 有中國各個八個宗派的高性度出現 不定點第一 唯世中太虛大師 禪中虛瑪而上 淨土中映光大師 律中彭一大師 對不對 還有天台中的地賢老法師 楞嚴經的呢 援陰老法師 對不對 你看中國有很多很多的宗派 對不對 還有唯世中也有太虛大師 你看在中國最苦難的時候 所有大智菩薩都呈現在來的 中國人是很有福報的 虛瑪而上 傳說是一百二十歲往生的 當然我前一陣子跟一個 法師談這個問題 他說 他的明代有一點考證的真意 所以我只好說傳說 那現在他們考證 事實上考上 他是活到九十多歲到一百歲 可是呢 我們都讚嘆他 是一百二十歲的一代高僧 他當作四五個皇帝的博師啊 蓋潮飯飯 你看他燒出來 水晶的設立子 各位加油吧 我希望將來馬來西亞 搞不好JB出了一個肉身菩薩 那你就會震動全世界了 你連陰火BBC電台 都會親自來錄影的 對不對 那你會震動全世界 台灣有五尊肉身菩薩啊 西子慈航菩薩 有很多很多的菩薩都是肉身菩薩 所以各位要用功 真正佛法很殊勝 你要學佛法 你要精進 對不對 鎮住雙修 你看台灣廣親老和尚 他也是一之十之 雙出來的設立子 真正不足一半啊 很可惜 我自己沒有經過廣親老和尚 但是呢 我有學生早年沒有認識我之前 他是拜廣親老和尚做師父的 廣親老和尚修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對不對 他很慈悲 常常來來吃飯 去點五米豆粉 來來來吃飯 來來來半飯 來來半飯 來吃飯 吃飯去點五米豆粉 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你看他眼睛久久有神啊 對不對 他叫水果師 水果師就是呢 他常常沒有嚴格過五故事 可是他是吃水果的 他吃的東西很少 他也有神通 他必須有神通 他燒出來的設立子 像來珍珠一般五彩的設立啊 這叫珍珠雙修 好 第三個看 珠法文修 就是說你可能會發言 師父你講的太精彩了 可是我跟很多法人都有緣 有一個聯合共謀 我又喜歡地藏經 我又喜歡鑰匙經 然後我也喜歡釋迦文寧 然後師父我聽完你講的 我先洗面子 我有心癢癢 很好 我就是希望你癢多一點 華元經 好 現在呢 他叫珠法文修 我舉一個例子 叫做 元英朗和尚 他有名叫做 三求唐主 求徒求惠 求生靜 也就是說 這樣的人你可以三年或五年 一個階段 專門唸華元經 不然就唸華華經 不然你就唸楞元經 我修波爾經 我金剛經 你不要一直壞 你要專心唸 對不對 三年或五年一個階段 然後專修某一個訪談 你一樣可以求生極樂世界 比如說你現在聽了五千行願 很快 好 那就發願 為自己的一切的眾生 你也拿三千遍到五千遍的五千行願 我算三千遍給你聽 你要唸幾天 一天唸一遍 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 有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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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夾拉夾拉走一走 然後扣啊 算三百 三百的話 三千遍要唸十 十年啊 十年啊 你才三千遍唸完 假如你早晚就唸一遍 那就呢 五年就唸完了 對不對 你要你用功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唸完了五千多遍 無量壽經啊 我唸完三千遍啊 不然我怎麼不能用功啊 我自己要用功啊 所以希望各位要用功 請看明英法師 他當時尊功楞严經 成為民國時代的首楞严王 求福求回求生境 當地阿彌陀佛 你看他的像話 對不對 像佛武藏的臉 對不對 所以你要用功 精精精精在精精 最後第四個 有人會說 那我的因緣呢 設一切法求生極樂盡頭 請各位翻開 四十二頁到四十三頁 請看四十二頁 這一段本來是應該是下一次講 但是我今天講到了 好就先說很重要 下一次我會重複 請看四十二頁第二十二行 當時大院完講完以後 會講華元經為什麼會倒歸西方極樂世界 會講進度跟華元的關係 在這裡我有補充資料 請看四十二頁二十二頁 先看 彭濟清老居士 他是清朝末年 這個家家學學生了不起 他受不大劫 而且他也念了國 遇之始至去西方極樂世界 他對無量壽經做了一個很好的論 叫無量壽經清論 他引了一段說 真正修淨土呢 什麼叫淨土 注意聽 你們像有講義 師父有畫出不同的字 他一向專念 所謂的一不是數字的一 也不是說只要內地不激 其他都不要 不是 這一個數不是數字的一 也不是法文的一 而是呢 修行方向 一個方向 one direction 我希望要去極樂世界 這一個方向 不要錯 取一個例子 我這一次呢 從台灣坐飛機到冰城 冰城在馬來西亞是北邊 對不對 我坐飛機 飛 飛往 九峰把路 飛機要往南邊飛啊 對不對 據那個國土 我比較清楚 我要去台灣 我們沒搞清楚 所以我飛機呢 登機以後 確定搭上班機不要搭錯 只要他往泰國飛的話 飛飛 我就呢 真的是夾狼夾狼 回不來啦 到國外去玩啦 可是呢 我就是呢 飛的話 飛往南邊飛 你搭上飛機 只要沒有任何的意外 有時候氣力會不穩定 一個小時多一點點 就到JB的機場啊 是不是 表示說你方向要對 所以修行 你說方向不對 你雖然很努力 比如說現在跟你講 出了門口 向右轉 你就一直開 一直開開開開 你會掉到馬來西亞的大海裡面的 所以有很多人我聽到 唸佛怎麼唸 就一直唸 唸到哪裏 唸到哪裏 就你自己也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一向觀念 請注意一點 請看 行者即法無敵心 當修菩薩行 法無敵心是很重要的 我上次講過 後面還會講 修菩薩行 對於嗜出世間 所有一切的善行 乃至無邊的功德 你都可以迴向 注意聽 所有一切的善行 比如說你現在去Jesco 或Tesco 請問 那些賣磁專櫃 賣東西的人 怎麼辦呢? 你怎麼修呢? 他沒辦法向你來參加送金嗎? 他沒辦法來參加英文佛法 那他能夠多修行 當然他可以 他只要從早到晚 很歡喜地去招待客人 然後呢 沒有客人那時候 他就念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萬一佛陀佛 那客人來的 他就放下 客人來 我招待你 就用歡喜心增加其善緣 那從早到晚 他是服務業嘛 為眾生服務著這個歡喜劫的善緣 透過念佛與微笑 他也可以窮生結了世界 今天你沒有來聽經 或是最近你很忙 你照顧你的媽媽或家 他生病了 不管在家裡 在醫院 你照顧他 煮飯給他吃 幫他洗衣服 你慈悲心地對他 對不對 有夠你繼續念佛 你這樣照顧家國的功德 也可以回向全身極樂世界 所以進入我們最殊聖的地方 是沒有時間跟空間障礙的 所以他講所有世界一切的善心 來自於在佛門所造的無量的功德 送經打坐佛學般夏立寧 為什麼呢 他說不必氣捨百圍 不必把所有東西拼掉 來到佛堂念佛 才叫做修禁成 才叫專業 為什麼呢 畫起來 因為佛性遍一切故 句話出來 在43點 我幫你畫 請做個記號 答案 佛性遍一切故 哪裡都有佛 Jesco跟Tesco裡面也有佛 佛性沒有時空障礙 假如你有氣有捨 就是我有丟掉的 我要接受的 這個我要 那個我不要 那你會叫做真正的念佛人 了解嗎 這幾世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我比較喜歡這一段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現代的人 你要他完全放下 再來修行的話 他哪裡 也就是說 我再講一遍 世出世間 你做的善行 都要透過念佛與回向 來 請看下面 沒關係 我知道有些要抄 專精一點 所以這個意思說 這個法文呢 是未來的善想方便 世出世間的善法與功德 你都可以透過念佛與回向 阿彌陀佛與關世音菩薩都可以 念佛也可以 為什麼 善法再善善道 惡法再善惡法 淨佛是淨因 透過念佛 你才會把善的 變為清淨的功德 了解嗎 比如說你今天做了很多善事 去個例子 假如你今天去放生 你做了很多善事很好 你要透過念佛 希望一切的功德 向求生極樂世界 那你將來 就變成往生之類的 所以當你發心 對不對 要去極樂世界的時候呢 極樂世界的七宝石 八功德水 就一朵你的蓮花 上面就刻著你的名字 就像我的蓮花 是彩虹的 然後你就刻一個世心筒 那個名字很漂亮 不是像你們往生排位一樣 寫得很可怕的 當你月用功德的時候 注意聽 你誦經修持利益動身 做善事 你蓮花就會越來越好 你想三千 二千世蓮佛 可是萬一 你遇到惡知識 或是那裡動搖的心心 你不要去極樂世界 那蓮花就無為了 你密動的時候 阿密佛佛就是用這朵蓮花來接你的 叫蓮花化身 所以我們念佛念佛 是佛的念佛要跟佛相應 透過念佛可以轉為清淨的念佛 對不對 回想 最後面會講 破除你的執著 擴展你的心量 所以王老巨師也非常讚嘆這個論 給你看幾個照片 從念佛老巨師 很了不起 他是沉靜密度同達 你們很少看到這張照片 我是一位有緣 他在往生前一兩年 飛到美國 這個 華盛頓DC 蓮花金社 他過例公開 選舉他的例子牌照的 你看他是在家居士 但是他是金剛上 你看他紅光滿面 禪經 禪中 他的師父是徐玉皇和尚 很了不起喔 他第一個見到徐玉皇和尚 下面就升起 他就歸一 第二個 密宗 是弓教的若納佛師 白教的共和尚師 共和摩佛也是他的師父 禁谷中呢 是夏美居老巨師 你看他殘境密度同達 他都還是念奧密佛佛 念所有的咒 修所有的法 求生 極樂世界 最後他遇之始至 收不來設立子 是五彩的 有金色的設立子 我看過照片 講了這麼多 師父只希望鼓勵你 再來有個 綠唐老法師 很有趣 好好講他的例子 綠唐老法師 在沒有出家之前 他是軍人 他是在北京的軍人 他襲擊很不好 他是半皇老巨師的 師父叫夏靈居老巨師 就是講 匯基本 不量多金 他每個禮拜都去拼金 拼金的時候 他剛開始軍人 襲擊很不好 軍人就這樣走 大有大碼 看到別人 進去這樣子 坐來坐下來 坐下來都要服侍他 所以有些剛開始 有些國友很不喜歡他 因為他軍人的 軍官 將官的襲擊很深 可是他沒有善根 很認真聽 無量作經 念無量作經 有一次 夏靈居老巨師 親自打國妻 打地中 人不多 念大了七天 地板上全部都是摄影子 他就放春大夫了 師父講的都沒有妄語 這是真的 你們很少聽到 有緣才會聽到 結果他放春大夫 不然呢 他心就很寧靜 因為國力價值 他喜氣就改變了一波 他覺得輪迴很苦 下次呢 他看到人就很煎飛了 這樣子 後來呢 因為民國三十八年 一九四九年 大陸變色 然後呢 他就跟政府來談 來到台灣後 他就出家了 叫瑞昂法師 他還是很認真的 念無量作經 每天念 念奧利伯伯 甚至他還很認真的呢 他很有佛像 晚年他很有佛像 他曾經閉關一百年 修波周三妹念佛 然後他把念佛裡面的 心等的身心的變化 好跟不好 統統都記起來 叫百日念佛智之路 這個書很難找 我有 不過我沒有帶 他放在台灣 在這個關中呢 他就經歷過非常多的 很好的經驗 親自定終見到阿彌陀佛 臨命中的時候 他避止使之說 佛拉愛接我了 我就走了 可見 這個時代是有很多人 往生結了世界 只是有些人 他不願意相信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他辦法 也不願意隨喜功德 請看最後一段經文 隨喜功德 第二十五頁第十八 如日虛空戒禁 眾生戒禁 眾生夜禁 眾生煩惱禁 我子隨喜無有求禁 念念相去 無有間斷 身與異業 無有禁業 所以可見 我們當碰到自己的煩惱 記錄心 佔有欲 吃醋 鬧情趣 這些生喜的時候 你應該懺悔 要修捨一喜功德心 好 這一月第五月講完了 請看二十六頁第七行 秦傳法文 我得講快一點 我預計到明天呢 到第七月全部講完 所以華語之光可以想像中好 本來想第二次 快度講一到五的 我後來 這太快一點 因為後面我發覺啊 還有很多東西 下一次我會講 第八 九 十 再講 黃天經跟禁途法文的關係 最後寶貴幾個世界 好 然後請看二十六頁 第八 第十須 十方所有世間燈 這裏的燈是佛陀 因為佛陀像黑暗當中的萬丈的光明的燈塔 在黑暗當中你要燈 最初不成就 佛陀就是從最開始存佛的人 內征佛我都開始醒醒 好 現在就有個問題來了 有位曾經問我 師父我們有無量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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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無量劫無量劫的最久最久之前的第一真佛 他的老師是誰呀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答案他的老師是苦無 苦其滅當的苦苦 因為你會這樣問 就像師父的桌子 看法師的桌 從你的右手邊一直到左手邊 這是有開始結束 可是事實上 那佛教的思維方法是這樣的 是圓的 對不起 這個不是真的圓 這是我圓 對不對 開始這樣繞一圈 轉向 就是結束 所以你說這一點是開始呢 也是結束 所以一直來講 佛講無始也無終 所以這是圓的思考 那剛才問我這個問題說 比如說 釋迦牟尼佛的前面佛是燃燈佛 那燃燈佛前面還有燃燈佛 那你一直問一直問問 到最後就變成第一音 第一音就是說 第一個佛的老師是誰 答案是苦無 苦無是佛的老師 因為四聖帝是苦其滅當 所以最初成就伏迪者 指第一個成佛的善知識 從土至今 過去現在未來 十方三世 一切成佛的人 我都真誠地勸起 給他轉無上的妙法門 請看講義 轉法門 在二十六頁第十五行 轉法門目的是 對止你棒法 我們剛才說過 禁圖中專用專用很好 但是你若沒有善知識 你也容易棒法 對不對 修禁圖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雖然剛才講的四種方法 是很重要 各位你要細心聽的話 可以去聽我的 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院 我有詳細講 可是我覺得在講 十大院亡這一段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就把它加進來 那假如你常常情轉法 請善知識整法 你就會得到呢 多聞的果報 就好像你們司儀或是幹部會講 請師父開示 請轉法門 意思也是這樣 接下來看 南傳佛教 剛開始它是用四個來象徵佛教的 用無敵頁 佛的講印 法門跟佛塔 佛在世的時候 南傳佛教規定 比丘不可以拿刀 也不可以砍樹 所以佛滅腹以後 佛呢 為了怕弟子執著 南傳佛教是不准你邀佛像的 以前 到了大乘經典興起的時候 會說 佛滅腹以後 我們造佛像 造像度良功德經 造佛像有很大的功德 所以就會講 造佛像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到了大乘 才會用佛像來代替 先看 南傳佛教 第一個 菇提葉 第二個佛的腳印 這是我在看 菇提家園門口 旁邊呢 有石雕雕的一個腳印 當然完全一模一樣的腳印 很難判斷 各位若到武台山 塔院寺 玄莊大師就親自把中國 印度佛陀的腳印扣回來 明天再一起看武園 因為我在另外一個檔案 那我曾經理過 佛的腳印呢 大概是我們現在腳印 一又二分之一大 佛陀是非常高的 那佛的腳印裡面有 親佛輪像 你看 就像這樣 親佛輪像 這是台灣 相光女士的生團 在門口秉禮國像的時候 我們一般是拜殿 它是還有大乳石標的 所以佛存活的時候呢 它有千佛輪像 有法輪 晚上回家呢 沖涼後看一下你的腳 有沒有輪 因為我覺得 它這個快殘破了 你看我們的手 下面也有輪 佛文呢 不但有法輪 你看還有如意 有摩尼堡 還有雙語 有各種吉祥 下面是法輪 這是佛呢 這個 甚至是實際的 像好莊嚴的功能 所以這代表 佛的腳印 佛的腳印代表什麼呢 不但是勤轉法輪 也代表的 第八月 長髓佛學 跟著國的腳印走 一步一腳印 接下來 來看 好 這是藏傳國教的法輪 法輪代表法輪長轉 印度呢 大白油車都有輪子 輪子滾動的時候 會有這個 痕跡 那現在呢 法師 譬如說 譬如我 假如我這輩子 歐米國國家 是讓我活久一點 不用活太久 太久很累啊 全球暖化 是很熱的 假如如果我活到八十歲的話 你看我四十五歲 還有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我一人講一部經 最多一次講三十五部 我就走了 我就告訴各位 我走的時候 一定會去極惡世界 你有這個基金嗎 師父一定會去西方極惡世界的 你說 師父你怎麼確定呢 這是我的秘密 part 3才告訴你 接下來看 我滅度以後 要放光設立塔 對不對 有設立塔 對不對 所以現在呢 我滅度的時候 三昧真火第一次我化 第一次真身設立 佛陀 佛這設立者呢 有八個佛王供養 然後呢 當然傳到印度西大中國 也有啊 再生設立 佛陀的設立是不可思議的 他才會再生的 所以真正見到佛陀的設立啊 你會有很感大的功德力 因為佛陀的設立是真的 他會讓你申請戒定會的功德 舉一個例子 台灣有一次 要和佛光山心理大事的佛報 跟中國大陸西安法藤寺 佛指設立 對不對 那個就是真的 真的 那是唐朝五五百萬共養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到台灣來的時候 第一站到台北 台北的台大體育館 所以我也覺得 我們排隊排很久 然後我一看到佛陀設立的時候呢 我就放著大佛 就像我見到佛陀也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我們要排隊 排隊完以後 我們共襄花登國族 祂很慈悲 留一驅給你拜佛 我就一直拜佛 我拜了半個小時 我哭了還很久 就好像呢 佛在世時我成輪 佛滅度後我出生 忏悔此身 落葉上 不見我來今生生 師父真的哭了半個小時 爸媽以後我們很寧靜 就坐在裡面回向 因為後面很多人 所以我就出來 所以你看喔 我見到佛陀 就像見到佛指設立 我就像見到釋迦弘以我 金字雷神 所以真正的設立 是有佛禁慧的功德 但點到為止 現在都難講 很多都是用假的設立者 來騙人的 那是有複雜的佛報 真正的佛陀設立 它會讓你產生寧靜的禁慧功德 大悲心而產生大願力 所以那個佛指設立是真的 當然佛有很多很多的設立 那提醒你 如果寺廟有設立的話 不要太炫耀 會被人家偷的 無價之寶 好啊 接下來請看經文 二十六頁第九行 佛四善男子 請言轉返弘者 所有禁法界虚風界 十方三世 一切的佛差極為成衷 一一個有 不可說不可說佛差極為成術 廣大佛差 世界上有無量裏面的佛差 每一個佛國圖裏面呢 念念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差極為成術的 一切諸佛啊成的正訣 也就是說念念當中 每一個佛國圖裏面 現在就有很多人成佛 甚至有 還有一切的菩薩還會圍繞 比如說我現在給你講經 晚上對不對 九點四十五分 這一秒鐘 西方極樂世界 有無量裏面的眾生 橫身成佛 有沒有 阿彌陀經講 阿彌陀佛 彼陀在經現在說法 經是屯古至經 都在這裡說法 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很多的眾生在一起 成佛啊 所以是有無量裏面的成佛 可是呢 我們感受不到 然後成佛一口底卷服圓滿 就有一切的菩薩還會圍繞 接下來請看 而我悉身後一夜 種種方便 殷勤前行轉妙法文 請善事事轉法文 好 最一我講這一段 請你不要坐在我身上 你不要說阿彌陀佛請你轉法文 每天在一台 就跪著啦 師父啊你要請我住室啊 師父你要回到一百二十歲啊 師父啊你要大等法文 你都請我 結果他要放光了 好 我講兩個例子 再講 王青王老闆上 他就有個例子 王青王老闆上 他呢 他呢在往生之前三年 他就跟弟子講 我想走了 結果弟子呢 求他說 師父我不要吧 難言福底眾生很苦很苦啊 你就慈悲慈悲多注食嘛 他說我老了 反正我該講的都講了 去你們念佛啊 我修行 我該講的都講 不過他幾天沒有用的嘛 後來呢他在弟子跪著求他說 師父你若不注食我就不起來 那他的弟子在家居家都很虔誠 最後他就說 好啦 你這麼虔誠 那我再留三年吧 你還是去方便 公知 今年年底 我傳台灣菩薩戒 國青王菩薩戒 親自傳台灣菩薩戒 我有個日修當家師 就是參加他的菩薩戒 那一年全台灣有大概三千人到五千人 在家居家參加菩薩戒 因為大家知道 他傳完菩薩戒以後 他就走了 然後呢 我是他沒有拿照片 等他活化的時候 在抬轎子的時候 中間他出現了虛空中 有大寶貧花 而且放金色的光 這個就是他可以律之始至 當一個人真正修到生死自在的時候 他可以決定自己的生命 為何他的業已經清淨了 他若有眾生清淨他 對不對 他就可以繼續入世 若沒有 他很自在 你就可以走 所以我們遇到善之士要 請佛助世長轉法輪 另外第二個例子 李玉拿到居士 我的師公 對不對 他也是喲 他有台中部教授 李玉拿到居士 一生沒有出國 他的姻緣在台灣 當時印光大師和他說 他是他的例子嘛 他就跟他讲 你呀现在中国大陆会有灾难 你呢就到台湾去吧 你跟宝岛建块国土的人 很有缘 建立禁统中的道场 建立延盛 劝大家念佛奖金 所以其实印光大师 告诉李老局师 李老局师是60岁才来台湾 但是他大陆的乡音很重 来台湾那时候还有很多米南人 先十年 布施医药跟众生广结下来 因为他从中医会帮人家看病 而且是免费的 那在布施医药十年 他开始每个礼拜六 讲华严经 朱宜明他是一位 在家受过菩萨经 可是他对三宝不公进 他身奏的时候先顶礼佛陀 在家出家都来讲经 所以他先顶礼身奏 他没有坐正中间 他坐在右手边 就像是曙光整个位置这样 我不是爱是曙光 他要替同 不要吓到他 他就坐在这边位置 然后他讲大风往佛华严经 很了不起啊 很多的在家部长都来跟他学博博 他就遇职时至一年 他就告诉所有部教所说 有问题赶快问完 一年以后我就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所以一年前他就开始 各个部教所去参访 然后给干部开示 鼓呼呼呼吸劝大家 魔法时代乱 要有正知正见 要乱乱跑 有佛法问题 有生命的问题 就赶快问 就这样问问问 问问问 我现在讲他的故事 为什么他是立章的杀道神 其实代乡刚开始以为 连老居士是大师之上化身 因为他跟运光大师一样 他了不起 如佛并红嘛 可是呢 后来呢 他往生火化以后 老师决定了要火化的地方 旁边全部都是四尿布地藏 那因为弟子对他呢 非常的虔诚 这个事情我可以讲 因为已经往生了 如果他活的话我就不会讲 那他呢 弟子呢 很想念他 就是四十九天 昼夜 二十四小时 轮班念佛 最多有好几千人 也有到一千人 少折的佛堂 也有一两百人 半夜帮他念佛 就大家在念了呢 念了 古迪老居士有佛像 他的灵堂 不是有他的照片吗 突然出现地藏王菩萨的华像 然后呢 然后就有孝师 地藏菩萨跟呢 李老居士想得像帽子 一模一样 他们才认了一下 原来他老师 地藏菩萨的华像 所以告诉各位 这个世界有横河山 住人都在学习 佛菩萨也罢非愿心 当众君悦苦的时候 佛菩萨一千百亿神华生来 在家出家都会来 有时候众生啊 因为看不到就不相信 假如有一天 观世音菩萨站在你面前啊 你也会怀疑的 他在你旁边呢 你也不会相信 事实上这个世界 的确有很多佛菩萨 所以秦传法轮是悲善知识 很不容易 请看下面 你会看佛陀 这是印度的画像 庄严 最近我好不容易长大 佛陀你看昼夜静静 对不对 这是龙王 南达 为他护法 也静止了 你看下大语 佛陀昼夜静静了 雪山苦行六年了 那我们呢 我作为佛弟子 你又摸过六个月吗 或六个星期吗 佛陀雪山苦行六年了 只是一粒的芝麻 喝一点水啊 对不对 接下来你看 他要成佛的时候 他降伏了 太政治的烦恼 你看 魔王 第一个呢 请天上的美女啊 三个美女啊 来啊 诱过他 佛陀呢 天上美女看起来是很美 对不对 可是在佛陀呢 他手里一举手 一放光 所有的美女呢 被活一光一照 这边哭乳头一样 我们觉得赞美的东西啊 那都是假的 我们一般人都看到美女 有男生看到她 你的心脏就跳得很快了 你呢 可能就打妄想了 可是女生看到了呢 有时候 就是了不起 这个嫉妒心了 对不对 可是你又真的有学过的人 你说过接着人 你一直会这样 死的时候 我还不是一般 你会像骨头吗 你快皮个肉而已啊 可是我们都不这样思维 不至于那个这样训练的心 我们就会被贪给疑惑 可是佛陀一放光以后呢 这三个美女啊 他一次就不见了 因为他是哭乳头 就走了 这代表佛陀相够 贪的烂闹 全部精进 再来 魔王就拍了所有的妖魔鬼怪 排山大海来 这三样 这三样 对不对 黄明公报 这些妖魔鬼怪 对不对 黄公报 来呢 这个干扰佛陀 这代表祥福人称的烦恼 那其实 大概这个 我用的这个版本 是属于南传佛教 他是写 这时候监牢地神 站起来为佛陀护法 其实不需要监牢地神 佛陀本身借地会的功德呢 但右手降魔印 所有妖魔鬼怪都建了 在小狐撑门了 最后 那魔王怎么办呢 用好的美色的诱惑佛陀也没有用 用恐惧的下佛陀也没有用 最后呢 魔王变成了一模一样 看后面是佛陀 对不对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中间坐着放光的就是佛陀 那魔王就现了一个跟佛陀 一模一样的人在背后 他说 Gao dao ma shi dao tao 你跑不掉的吧 我跟你一模一样吧 你知道佛陀说什么 他说 本来就没有我 你怎么可能伤害我呢 佛是用过日空观智慧降服了他 然后魔就啊的一声就跑掉了 我为什么讲啊 你去看Libbo Buddha 里面的电影就是这样缘的 对不对 你看 所有一切的那个幻境啊 佛是真正的 是用波尔波罗蜜 缘起晋空而相达的 所以有人说 佛是念阿弥陀佛或存佛的 其实呢是方便说 真正佛陀是了不缘起晋空而存佛的 好 接下来 佛成佛以后夜里仪心 他知道呢 我所顾的经典是非常甚深的 别人是听不懂 佛陀是不愿意说法的 真的这时候佛陀是入定的 他讲我悟得佛法甚深甚深的 假如我讲了佛法 众生不但听不懂 毁谤佛法会做地狱的 所以佛呢就禁止他不说法 这时候呢 看大半天王知道 佛陀会了不起 从天上来 有一尊尖贵的鲜花布养佛陀说 佛陀请你大慈大悲 你无量劫修行而今日成佛 你成佛的目的就是要广度众生 众生很苦 虽然众生很愚痴 可是还是齐请你为众生说法吧 这时候佛就开始讲 二十一天大风光 佛华严经 就是我们这次讲的普弘仙情愿 佛开始是为无量无边的 过去与现在未来的这个 佛跟大菩萨跟天龙八五 讲华严经 所以在南朝阿曼经里面有这一段 为什么 因为佛在陆定当中 大家只看到他一个人陆定在那里 坐在那二十一天 大家看不到 印度人就看到一个人坐在那里 佛陀放光了 可是他看不到这大火的伞 后来佛陀讲完大方法 佛华严经就说 哎 由于过去式的愿力 我现在度众生的音会到了 他就从佛迪迦远往萨纳塔 就是我第一天 帮给各位看 佛陀一个人走了三百多公里 去见到无比丘 佛就开始讲四圣地 这就是南朝阿曼经的开始 所以不要轻易地毁放说 大臣被火说 佛陀经是无量无缘的世界 假如你觉得跟你不相应 可以 你不要毁报 也不要批评 保留这个教法 可以留给别人 所以你看南传佛教 佛开始讲四圣地 开始节级生活 佛都讲的样子是这样 可是到了大臣 你看佛呢 就是变成了千华台上 披露着那佛 这是双灵寺的大殿新加坡 你看东方要神佛 西方阿弥陀佛 有巴南尊者跟加射尊者 这是大臣的造型 而且佛呢 背光里面很光中化 所以大臣夺发里面 佛大本法人 是对的 除了这个地球的众生呢 还会有很多的众生 讲经说法 接下来再看 金刚称 这是我画的 拍到的立花 看到佛讲经说法 无量无缘的圣地子 有神伟众 有菩萨众 有在家出家 看着这两个 一个白的 一个是黄的 一个是大半天王 一个是帝尘天 一个拿法罗 一个拿黄色的法罗 请佛讲经说法 所以南传 北传 藏传 都是佛多的正法 不要批评 也不要毁报 了解吗 只是我今天讲这一段 真的很重要 不然你本来想休息 结果呢 你就听了 你要乱乱说 乱乱讲 乱乱说就乱乱讲 最后休息就 奇怪 为什么没有去极乐世界 竟然坐在地狱的游锅里 你让我忘了 你过去是放了很多 不放啊 新宫法师这样的心情 因为你的时候 你大瞌睡啊 不得心病啊 好 看访文 代表什么意思 让我讲完 今天就告一个段落 法轮 看你的课本 二十六页 第十八 下面因为有图表 对不起 因为有图表 贴在幻灯片的时候 它的功能关系 没有办法画图 请看 法轮 太 代表色跟空 原心代表空 原中代表有 我们常常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各位常常 原心经理 跟它 原心代表空 是众生跟佛 法界的本体是一体的 而原中旁边有一圈 一圈可代表 十法界 一正 一正指一是一报 正是正报 正报是身心 一是指环境的意思 对不起 这是武汉文 一正万有 一是指环境 正是正报 你的身心 万有 三个当地的万有 这个它只代表原中 所以就像你这个图 这个图里面有三个名词 第一个叫古 就是原心跟轴心 第二个王 就是中间两个交叉的 对不起 王是原中 看到了吗 然后呢 中间两个叉叉的 那个叫伏 叫支架 这都是中国古汉文 那讲说 法轮常转 是有它的意思的 好 再讲一段 就结束 就有一点时间 请看 所以一个道场用 请看第三 道场有道风跟学风 什么叫道风 就是它修行的方法 不管这个道场 是在加坡 出家领导 只要是正经的活力 像刚才我讲 领导居士 它是受过菩萨界的在家居士 它养地领导居 它有政治正前 那我也很无意中 听到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 这些道场呢 就会 很多的误解 跟斗争 这个是不好的 道场里面 教人家什么 哎呀 不要乱乱跑道场啊 你要这天啊 不要夹杂啊 讲这句话的人是什么 他心腹跑掉 这是不好的 甚至也要告诉你说 我们不去 没有三宝地方的道场 那请问 如果学国志 是在加坡市领导 这里有政法 你为什么不来学国法呢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发现 很多人因为自己不学国法 所以因为私心 就讲一些 适事而为的话 现在的道场不是教佛法 而且刚才讲 你看我们啊 多有感应啊 你看我们多殊胜啊 不要去跑道场 不要乱乱跑 他怕的是 孤独独的性能跑掉 其实你讲这些话的人啊 你要忏悔 为什么 天龙包括 韦陀跟前 像韦陀古萨 都在佛战士的时候 见过佛陀的 第十天 大胆天王 他都见过佛陀 他现在都在天上 他寿命比我们长 佛虽然在两千五百年前 已经密度了 可是他们今天圣地子 天龙包括 都听过佛讲经 他知道什么是 如理如法 可是现在的人呢 我观察到 不是全国人有些 佛教徒呢 做的 所做的 所说的 不一样 也不照经典去做 都是呢 先看这个功德主 这个功德主 特别大 就对他好意 那这个有缘 我觉得啊 那个不喜欢他 就不喜欢他 所以佛门里面 就很多的是非 而且很多道场教的 不是教佛法 教什么 你呢 讲自己的理念啊 讲自己的感应啊 所以我觉得 很多道场 都不应于团队 一起跟合作 这是佛教不好的地方 佛法我跟你讲 不会灭在外道的手里 你放弃 为什么 天龙八部 诸佛菩萨 都会忽念正法 佛法是灭在哪里 佛陀说过 狮子身上虫 自食狮子肉 真正灭呢 是我们在家出家 苗栗不如意的弟子 把佛法也灭掉 尤其是不团结 分党派 抢是非 抢信徒 抢功德者 我必须真心讲 因为讲到这段机会 所以什么叫道场 道场不一定 只有印尼的建设 当然 佛学国会也难得 有25年 经过很多很多的认真努力 这条路也走得很辛苦 在这里建的道场 道场是要大家一起发行的 请看 第一个 要有道风 你这个道场修什么 学风是你这个道场 读什么经论 同一个中词 比方说我的精神 我的道场 学风呢 是也就南传北传藏传 我们的道风 是求生极乐世界 你一个道场 一定有他的功德 有些道场 可能穿修观音环 有些道场呢 是专门修药师号的 很好 他有他的宗旨 对不对 比方说道风 你呢 只希望发愿 往生成活 你的学风 弘扬静忠 很好 这是我的正法 那有些道场呢 还是弘扬 马华经 天台忠 有些道场是 南传北传 包括弘扬 有些道场是 邪教跟密教 他们接受 所以每个道场 都有不同的宗旨 所以才有这么多道场 不然一个就够了吗 接下来 王老御师呢 开始 我们了不起 我刚才说 他也不是普通人 里面 以后有机会在里面 他在《古想经》里面 请干部 跟所有的灵友都传接听 对于道场的同修 贵经 不贵多 在你的讲经里面 有26页 我们现在的人 莫管事态 都觉得 幸福很多 其实幸福又 业障越大 所以刚开始 我的老菩萨 生业精神的老菩萨 都觉得 我们最多的时候 也是四五十人 我们搬到道场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师父我们要拼命拉 要经济 迎接很多新的绝联 我说还不要 我说你自己都没办法 你自己教 多什么忠贞啊 假如你现在道场 有近一千人 两百人 一千人 两千人 三千人 三千人 所以道场 尤其在末华时代 要贵金 不贵多 真正 什么叫金 就是真正有道心 辽领无意的 第二 道场要重实质 不要重喜事 现在很多道场呢 都是金币飞黄 飙凉化动的 都会让他逼 好像出家人 都比再来好 其实出家人要反省 对不对 我想这一段 有些在家律师 也不高兴 有些出家人 也不高兴 可是当你出家人 被一样逼平的时候 你要自己忏悔反省 对不对 你的品德 你的行为 你真的要反省 所以道场要重实质 什么叫实质 就是戒定会 文思修 不要太早 花了很多钱 雕梁化动金币辉煌 结果一个人要这么大 就一个人辱暗 他们要过 当然这家律师 他就会对道心啊 接下来第三个 对于学国法 不要动不动呢 就敢进戒 讲感应 很神通 这样 道场 你对法要讲 你对法体悟有多少 重视的是你体悟的心 可是现在很多国教徒 也很奇怪 对不起 欧美陀佛 中国高僧有说一句话 和尚不作怪 信徒不来拜 这是不好的和尚 中国几千年了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度重生 你什么东西度他 应该是法 你不要动不动 就讲感应啊 动不动就讲神风啊 对不对 的确我教你们有感应 像我这几天 不是讲了很多 文如菩萨的感应物吗 对不对 可是这些人呢 他的心都在法 你法用过 的的确确 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感应 他写在旁边 第三个感应的神说 不要炫耀 你要尽力一点 动不动跟他讲 我很有感应 对不对 真的有感应的人 他不会炫耀 他会用法鼓励你的 所以无论在家出家 他所讲的 不是如理如法 你可以不要护士 你可以不要批评 我甚至呢 有一次无意中 到马来西亚 有一个地方 应该是居容吧 听说呢 有很多人发心借钱 好 借钱借 借到这或什么 哎 这个是卢神殿的道场 你为什么要去做那些呢 所以啊 有时候很多老和上敢看 居士呢 听骗了 不听劝了 苦口活心 用国法劝你 你不太相信 对不对 和尚不作怪 信徒不来拜 偏向你能力 你也相信了 而是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 为什么 因为像他的国报 是三个道 所以道场 我再讲一遍 贵金不贵路 重识时不要用行事 对于法要认真去学习 要悟心 天龙八户 历时天 大凡天王 都经过佛陀了 他有神风 他可以看到你的 看到你这个人 虽然在家里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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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的前身 今身的来世 他看到了 他想害养这个国弟子啊 这都在做假的啦 他听过佛陀奖金 他知道什么叫 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所以不要呢 抱怨出天龙八户 不顾全力 你要抱怨自己啊 依佛法 有没有表理如依 做一个如法的佛弟子 这个很重要 好不好 我这点道理 好 这一页还没有讲完 那明天呢 来继续讲 明天会讲 第27页到第28页 明天还没有点灯 预计这一次 part 2 就会把 丁 七 请佛助士 而讲完 好 这给我五分钟 我要带今天带大家 发一个中科法大师 发电文 伟大的文章实力上 化身在黄教 成为伟大的中科法大师 请各位翻开第5页 这是我在北京 雍和公派的 有两层楼半高 同流经的中科法大师 他改革西藏国教的流弊 而成为黄教 现在东南亚有很多国家 都在读广论班 非常好 广论我也认真 全部读完 我很赞叹 它是文书实力 补上的化身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新加坡 在叶纳有一个 帮名帮帮 那个圣课 简称为ADC 它就有 中科法大师的雕像 还有贾朝节跟克里节 就是妈妈所考虑过切 而建设 然后呢 是很了不起的正常道场 然后呢 那为什么要带你呢 发这个中科法大师院呢 请谈第五页 它你会让你深深适适遇到佛菩萨 和善知识 第二个 深深适适遇到好的同餐道 第三个 你说在道梁生活上有困难 你资助文书菩萨 你会 顾念 一般人 遇到好的老师 可是没有遇到好的同餐道理 他很辛苦 不一定要算很孤单 有些人是遇到好的同餐道理 一起去餐学 餐了半天呢 忙忙大考 找不到好老师交答 有些人呢 是没有好老师 也没有同餐道理 可是呢 有个庙 非常地大 做庙宫 对不对 它也是修缆的 可是这里讲的 好环境 并不是只能吃得好 住得好 而是要有报功跟学功 叫你发愿文 良师 义友 跟好环境 三个 你深深适适的 你都会举到 举个例子 在家居士 你可能会崇立佛化家庭 很好啊 你不要认为孩子来佛胎 或叫冤亲战主 不要这样想 比如说我妈妈 若不生我的话 你今天也听不到 辛宏师为你讲 多些经验 我是要来报恩的 对不对 佛陀 如果他的母亲 也 摩爷夫人没有生他 佛陀也没办法来佛胎 所以不见得孩子 都是约经在主 他跟你有善缘 有恶缘 好 举个例子 不管你有学佛 没有学佛 尤其是你学了佛 然后你虽然没有出家 可能做在家居士 那你要成立 很好佛化家庭 让你的孩子 或孙子 有很好的善缘 不然将来 你往生的极乐世界 我往生都在内约 你要投胎来 这一笔 一看三千大千世界 这一笔都是 尹咕噜咕噜咕噜 回教的印度教 一个佛化家庭都没有的话 请你去哪里投胎 你如果投胎到 回教的印度教 你出门 出生以后 你拜佛的话 你的父母会打到主人打你的 那会被你的障碍 虽然你很有上根 可是你却没有佛化家庭去投胎 是不是 所以各位应该发愿 度自己的家人学佛 所以为什么 虽然有点晚 有点时间 我还是要教你念这个 菩提道四帝 菩提道四帝的起愿文 请看第五页 讲义放整 请合讲堂 两句型的段落 从第五页念到第六页 我念一遍 你跟着我念一遍 请观想虚空中的味道 文书十一步上 我宗格法老师 他放金色的光照在讲堂 然后我们一起放愿文像 我念一遍 以我九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恶资粮 一起念 以我九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恶资粮 待会请念大声一点 为度无名有群众 愿成导师佛世尊 为度无名有群众 愿成导师佛世尊 未成佛前一切身 未成佛前一切身 文书慈敏垂摄耻 未成佛前一切身 文书慈敏垂摄耻 具足教理最圣道 得以行令诸佛习 具足教理最圣道 得以行令诸佛习 以我解雇道法要 大悲为道善方便 以我解雇道法要 大悲为道善方便 敬除众生义名鱼 持佛教法于九远 敬除众生义名鱼 持佛教法于九远 教法圣宝为遍阳 过以遍阳而衰落 教法圣宝为遍阳 过以遍阳而衰落 愿于顶住心大悲 显空俐乐之宝藏 愿于顶住心大悲 天同意乐之宝藏 愿佛菩萨妙事业 最圣菩提道次第 愿佛菩萨妙事业 最圣菩提道次第 愿意诸愿切割者 世尊教行永流传 愿意诸愿切割者 世尊教行永流传 成就修行善道员 敬除人非人为源 成就修行善道员 敬除人非人为源 佛所赞叹进行道 深深世事永不离 佛所赞叹进行道 深深世事永不离 以识法行于圣臣 如礼精勤修行计 以识法行于圣臣 如礼精勤修行计 护法慎重常护持 如海吉祥土石方 护法慎重常护持 如海吉祥土石方 然后念第六页的最后一行 我辞苦贤书圣行 一起念 我辞苦贤书圣行 无言圣苦皆为相 不愿沉溺诸众生 恕我福良望佛唱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安 请不吝点赞 这些还真如仁 请不吝点赞 这些还真如仁 词你